早前,大公報偵查記者踢爆長洲福日王郭卓堅 霸佔住游堂村的新公屋單位 好多久,房署立即將單位收回 大家這時才發覺,原來要找出被霸佔的公屋單位並不難 一個記者已經升任,要收回也很容易,一個命令就可以 所以問題不在方法,在於決心 做慣認真的警察朋友一看到這宗新聞,就立即提供搜證的點子 協助查出哪些公屋單位被濫用空置 哪些單位已經不是原戶主所居住 譬如,透過用戶的水、電、煤氣、甚至WiFi的用量 去估算單位的使用頻率 由譬如,翻查可疑住戶的出入境記錄 看看它是否已移民而沒有交到公屋單位出來 退休總警司曾財安更讚問,向特首李家超進言 他建議政府額外聘請一些有偵查經驗的退休執法人員 作為房屋處合約的家訪員 專門針對可疑單位進行深入的調查 搜集證據,盡快找出被霸佔的單位 清空、收回,給真正有需要的家庭入住 曾sir更建議房署呼籲及鼓勵鄰居或知情人士舉報 有朋友甚至認為應該建立完想機制,設立舉報熱線 如果被舉報的單位確實被霸佔,便能獲得一半的獎金 如果單位成功收回,更可獲得全額的獎賞 獎金直接傳入戶口,沒有人會知道誰是金手指 記得《大公報》記者在調查長洲福日王這件事時 曾向大廈管理員問訊 對方說,郭先生很少回來這個單位 可見,管理員本來是一個調查的重點 一棟大廈哪個單位長期空置 哪個戶主移民來港 哪個單位只有一個親戚偶然來開門看看屋 樓下管理員就最清楚了 他們有責任向房署提供資料和情報 令到每個公屋單位都能用得其所 令到所有福利都可以用來幫助有需要的人 過去,政府各個部門,好聽就叫做各自獨立 難聽就叫做各自為政 講穿了,其實就是國家字數門前說 於是,你有你做,我有我管,何水不犯井水 政府作為一個整體,這種行事方式 是令人廢解的 試想下,如果房署的資料和入境處互通 某人來警超過三個月 就當懷疑移民個案加入密切監察的行列 一年都不回來,除非特別申請一律檔移民處理 即時收回單位 那你說,調查會變得多高效呢? 總是覺得事在人為,公務員遇到問題 習慣找一百個藉口去推檔怎樣不可行 這種心態是時候改變了 新高良準的高官,想想每日失縮在劏房的貧困戶 你們可不可以為苦海的泥民,狠下做事的決心呢?